今天是12月19号,我的生日 我的朋友送我一个卡 突小洞 看一下 哇哦,65 公布我的生日 65周岁,在加拿大正式进入老年 其实呢,12月19号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我们家一堆人的生日 你看啊,我是12月19号 我的妹妹 12月19号,同一天,你信吗 他比我小,整整11岁 还有谁呢 最近几年才发现,从我爸那知道 我的武汉的妖爹 也就是我的叔叔 我爸爸的弟弟 他也是12月19号 那就今天呢,老先生是84岁 还有谁 然后我的弟弟的太太 我的弟妹 她是12月17号 这也挨得够近了吧 还有呢,我父亲的保姆 她是12月19号 而且跟我妹妹是同一年 我的天呢,我们都堆在一块儿 所以呢,我们家以前过生日 那12月19号组 一般都是之前的那个周末 那是大日子,全家聚会 然后呢,今年呢,就是他们已经聚了 已经带上那个餐馆里 哎呀,我的弟弟和弟妹们两个人凑了一天 17号那个周末 他们聚会了 我就想 哎呀,我要是站在中间搂着他们俩该多好啊 今天早上,我还在卫生间里,刚起床 妹妹就打来电话了 姐姐姐姐姐,逅 就笑起来了 我们俩就视频了一下 然后最后给我 然后我还没录下来 没有录下来 我说给你照个相 然后我出去以后 然后出门嘛 今天要出门 然后我就说 你再来电话 我给你按一下 按了两张照片 他正跟朋友在那吃火锅呢 那我怎么过这生日呢 这个周末应该是65岁的 算是个大庆小庆是吧 我想想我在50岁的时候 50岁生日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在中国工作呢 所以我就在北京的南罗古县 胡同的一个院子里 租了一个房子 然后一间房间 然后非常有茶品的 很有品配的 我这小资嘛 邀请一帮各行各业的 我认识的女朋友 聚在一起 又说一下 又回顾了一下 自己这50天 各种各样的经历 放了一些视频 他们送我的小礼物 包括一些美丽的围巾呢 现在还留着呢 特别美好 这是50岁 好 到了60岁 我是准备和女朋友去 都是女朋友 对不起 全是女朋友 去做一个SPA 享受一下 结果突然呢 家里出了儿子病 入院了 全部放下 那一年就啥也没过 好 这今年呢 我就没想 我也没太想怎么样 但是我这个人 是比较喜欢找个理由 有一点仪式感 就是让生活平静的生活 稍微有点有点有意思 结果有一个朋友呢 就是在多伦多的 我说明年啊 咱俩见面 他说什么明年 你现在就来啊 到我们家来 这么一说 他就说也行啊 65咱们干脆有点不同 我就特地去一趟 结果我就带着 卧台华的两个朋友 就到多伦多 住的那个女朋友家 我再把多伦多 我原来在多伦多住个五年 还有一些其他女朋友 所以我们总共六个人家 我自己在那欢乐一场 又是吃饭 又是吃蛋糕 然后又说话 非常非常的美好 所以我今年这个65岁啊 过得真是非常special 少说五岁 这五小庆啊 不算什么 再下一个mile stone 就是70岁 但是很有意思 我想议论一下这个65 我的朋友多么精心 过做的这卡 还把这个卡 就是这么一个 七人的一个加拿大的画家 但是他们拿这个纸 剪出来的65 剪到这个贴在这上 多么有心呢 然后里面写的这个 做的这个 都是制作的一个卡 不是完全买了就完事了 放上我一张 跟我一块出行的照片 他知道我喜欢这照片 还写了一些 美丽的话语 都是小冬姐 小冬姐 我们都是70同龄人 比我小几岁 然后说到这个年龄啊 以前 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对年龄没有什么特别 对吧 你哪年生的 你多少岁 我多少岁上来就说 自从我觉得 最开始我得到这个概念 不能说年龄 是个敏感话题 是学英语的时候 就是说 西方的传统 文化 就是不可以谈年龄 不可以谈工资 什么只能谈谈天气 不熟的人 其实熟的人 也不能谈年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就开始follow这个 尤其我们到西方来 就是不说年龄的 后来有一次 我去跟我们的同事聚会的时候 都很熟的 也都是女的聚会 然后我就问他们 我说西方这为什么 我说我们中国人 以前是不讲这个年龄上 说是隐私的 不可以谈的 不可以问的 也可以自己说 别人也说无所谓 但到西方来 你们为什么 因为什么 就不能谈年龄 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那几个人都说 不知道 其实我们好多好多年之前 也是可以谈年龄的 他们直接搞 我多少岁 我多少岁 直接就把年龄 就抱到我们这个桌上 那时候好像是 也是个圣诞节之前 同事聚会 就是都说出来了 他说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到现在 我不知道 为什么西方有个年龄 可以讲 但我知道 这是他们的传统 不可以讲年龄 Anyway 65在加拿大 是法定的 senior的年龄 所以呢 这次我去多伦多 就去了一个安大略的博物馆 就买的是 senior的 ticket 好像是多少钱 比那个正常的 regular的票价 少一块钱 但是呢 我也是第一次想 因为我还把我的 那个证件拿出来 让他看我这生日 人家没看 人家当然尊重 其实我当时还差两天 但是还有什么福利呢 好像是做bus 我们加拿 至少是沃特华日 星期三 senior是免费的 然后做bus的那个ticket 是senior rate 可能稍微便宜点 游泳 一些这种俱乐部 senior有senior rate 还有什么 好像我今年 不是去看查眼睛吗 眼睛这个自费 省的那个全民保险计划 是不包括的 他说你过了生日以后 65岁就是免费了 但是那也没有多少钱 60块钱 60加币 还有什么 那就其他福利 我就不在这里说了 我们是全球的观众 你们也不在意 加拿大的福利是怎么样 加拿大的福利是比较好的 65岁以后 应该是能够开始拿养老金的 总之不管怎么样 对我来说 我也开始体验这个 上了年纪 好像我觉得从60岁开始 就有感觉 真的是体力上 精气神下降 膝盖也开始不适 还有什么毛病 眼睛 听力 反正都在衰减吧 不过我看到我父亲 90岁 还耳聪不明呢 耳都不怎么聪啊 但是脑子很清醒 我这才60多岁 怎么就这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 什么原因也好 在人的自然过程 就是在衰老的过程中 有一位听众说 小东你讲讲话题 Aging Aging 什么意思 他那是一个A 就是年龄加了ing 就是衰老的过程 我的理解 我想我的观众里面 大部分是在55岁以上 男观众女观众都有 就是大家都面临一个中老年 其实在西方什么50多岁 60岁也不算个事 但是呢 开始体验吧 我们这个年龄层 就是要面对它 我说前不久 我那时候让我做那个乳房的Pepsi 我减乱笑 哎呦 我是个无线癌啊 不是 医生说是中度恶性可能 所以这些都让你在健康上 在经历上 过去我是很喜欢出去玩着 现在算了 就发懒了 为什么懒呢 你体力上没那么大劲头了 你或者有点不舒服了 那有的朋友如果 身体状况差点 都影响到你的日常的生活 和你的 你的兴趣啊 你的包括精神健康 都影响 所以我们面临着这个 这个生活的这个旅程啊 这个 你这个人生的列车 走到一站一站走 走到这儿就开始面对了 所以呢 我也觉得没什么 不管生命中 命运中赋予我什么 就是每天去面对 哎呀 我这个中 这个65岁生日过得太欢乐了 朋友 家人的祝福 今天马上晚上约的 就是跟老公说 你不能光跟女朋友玩啊 我们俩呢 就去沃大华的一个面店 叫又见一面 哎 就是吃面 各种各样的面条 我是最喜欢吃面的 我是面吃啊 哎 所以到那时候呢 我们还要好好吃个面 到时候再拍两张照 我给你吃饭了 我讲了 我看你的 我看你的 一定会有一个很害怕 我看你现在是什么 我看你的 我看你的 你 我看你的